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有小学因为小一收生不足 班数逐年递减之下而要停办 人去流空 这间小学校舍已经荒废了接近一年 它本来是葵冲石尼村最早落城的小学之一 开办二十年 终于因为学生人数不足而要关门 去年香港中国有十六间小学 因为不够少一学生 班数按年缩减逼于要结束 今年九月新学年度开始 又将有十间小学面临关闭的命运 徒秀小学的陈校长 十六年如一日 每个早上都跟学生一起 组回唱校歌 过多月后 这间小学就要结束 师生从此 各奔前前 对于陈校长 学生的亲切面孔和歌声 只可以留在记忆里面 曾几何时 徒秀小学上限四十八班满势压 学生人数过千 老师三十多人 时至今日 全校只剩下三班 学生九十个 老师连陈校长在内 已经缩减为四个 陈校长六二年 在柏立基师范学院毕业 七一年加入这间学校任教 七七年升为主任 两年前升任校长 他上任校长的时候 学校已经因为收不够学生 缩减四班 所以他除了处理行政工作 每个星期还要兼教十六节课 教育处对缩班多出来的老师 一向都是采取 迟来先走的政策 即是说 越迟入去教的老师 遇上缩班的情况 就会越先被安排到其他学校 所以经过多年缩班的途寿小学 剩下的那三位老师 都是最老资格的 这位是在学校教了十五年的师老师 主要教音乐、国语和数学 每逢学生功课上有困难 师老师很多时都愿意放学留下 教导和帮助他们 理主任也做了十四年 主要教英文和数学 学生说他人就和他的外形一样和外可亲 是位好好先生 和李主任同期的何主任 主要是教体育和美劳 他教过的学生说 何主任虽然外表比较严肃 私底下其实是很平易近人的 徒寿小学位于葵中石离一个旧屋村区 由汉文师分校友会主办 已经有十六年历史 本来上下五分别可以开二十四班 但是自从七九年开始 就收不足学生开下五班 到八三年因为开不到一年级 于是班数按年缩减 到现在只是缩减两班六年级 和一班五年级 除了四楼班房还有学生上堂 其余几层都已经丢空了 陈校长说 本来徒寿小学去年已经不够班约结束 和教育处几经争取 费了不少唇舍 才是在赌岛区内 另一间要结束的学校五年级学生过来 开到三班 维持多一年 准备了 看着 看着一二三 不过 不过到今个学期 两班六年级毕业 学校始终难逃停办的乐运 在地头的北边 这班五年级学生 大部分都是由陶寿小学的一年级 读上来的 只差一年就可以在同校完成小学 现在学校要结束了 他们下个学期 就会转到区内其他学校就读 在哪个地方 哪个国家呢 在那边的习惯不习惯 那些环境 还有呢 那些同学不同 现在这些同学我觉得挺好 如果过到那边又换同学 那些沟通问题不太好 打开书与看看 第十三科学 讲关于海洋公园 老师方面 下学期就由教育署安排 到其他区的学校任教 要离开一个工作了十多年的地方 和一班从小看大的学生 从头适应新环境 涂售小学的老师 都觉得既彷徨又依依不舍 那当然很不舍得 大家同事又相处了这么久 那些学生又也教得这么熟 对于尤其剩下那班 那班五年班 变成他们续续续 现在又要 都未完成他们的六年班又要走 那是很可惜的 那心情很烦 那现在都未走 不知道去哪一间学校 当然有点彷徨 那我们走 那班热爱足球运动 所以除了灌输知识给学生 又悉心训练学生踢足球 由他一手培训出来的学校足球队 为涂售小学 赢过不少校制和区制足球赛 因缩班一直结束的学校 教育处是会安排校长到其他学校任教的 但是他们就未必能够做同等职级 面临调职、降级和减薪 陈校长有什么感受呢 因为我们做校长的、做主任的 我们如果要结束了 我们去另一间学校做了 虽然你做回先生都无所谓 但是有一个影响就是 我们的职级是已经降了 但是人工又要我们降了 又要降了 就对这个问题是最不公明的 因为这个错处不是我们做校长 做主任的错误 因为由这个教师的主任 一转回去做文华教师 是相差至少二千多元以上 对于生活和开支影响很大 这一班由涂售小学毕业的旧生 来探望陈校长 看见母校要结束 他们都有很深的感受 那学校结束了 以后要回来探先生怎么办 这样啊? 那这是一个问题 面对这班学生 陈校长觉得十六年的努力 总算没有完全白费 涂售小学并不是一个独有的情况 其实目前还有不少 因为学生不足按年宿班的小学 大有可能报徒兽的后陈 邓显小学位于葵盛村 七二年创校 八零年开始缩班 由本来的二十四班 缩到现在总共剩下九班 缩班又影响到政府减少资助 目前一班一年可以得到教柱三千六百元之助 九班一年所得的只是三万二千四百元 邓显小学的校长说 学校现在样样开支都省得就省 好像走廊本来应该每个星期洗一次 为了省水 现在只是大节日才洗 平日抹一下就算了 又好像近球场那些枪 整天都被小孩踢球踢破玻璃 学校想过安装铁丝網 可惜因为缺乏经费 现在连烂了玻璃枪也没修理 到新的八七年度学年开始 邓显小学只是开到一班一年级 今个年度就有两班小六毕业 变了越缩一班 如此类推 如果学校继续收不到一年级学生 班数就会按年越缩越少了 长此以往学童越来越少的时候 就没有一年级班 一路上的时候就是后继无人 始终有一天就无班可开了 到时你不结束都不行 是什么原因形成小学叔班 根据资料 小学叔班的问题 主要是威胁旧屋村区的学校 那些旧区人口一漸老化 成年的子女大多数搬去新市镇 组织小家庭 剩下在旧屋村的 就差不多全部是老人家 同时现在大部分年轻夫妇 都实行家庭计划 变了适宁入少一的儿童 人数显著下降 不过有些小学校长就认为 导致旧屋村这么多小学受叔班影响 是教育署估计错误 有些就批评教育署 为何在个别屋村开设小学的时候 不先调查过那区小学学位的需求 旧屋村区小学叔班的情况日益严重 由小学校长 将问题归旧教育署 开设小学的时候估计错误 以至小学学位供过预求 以奎盛这个旧区为例 教育署指出当初估计圈外人口 有72400人 每450人 需要一间小学课室 于是 照计算奎盛就设立了7间小学了 而每间学校一旧可以容纳24班计 上下周就有48班 7间小学合计可以开336班 每一班40人计 这些学校可以提供 13440个学位给区内的儿童 实际上怎样呢? 这个区并不需要那么多小学学位 目前7间小学当中 有一间只开到4班 一间9班 两间18班 一间22班 一间28班 一间48班 合共147班 学生人数5153人 即是说 其实三间学校已经足够了 不用七间那么多 葵城区一位校长 曾经复查过房屋署住户数字 发觉当时入住葵城只有52千人 比教育署的估计少了2万人 教育署官员答复是这样 估计当然 始终当时是这么估计 到真正居民入估的时候 可能和初初估计有出入 这个可以说是 未必是这么准确的 但是在这间学校 你知道要四五年的时间 由开始策划 知道这间学校落成 在中间这四五年的时间 可能人口变化 或者相当大都不认 因为那个入住人数 会有出入 和初初估计的可能有些出入 但是在83年以来 我们将这个标准 就已经捡到过 就是现在就是跟那个 实际小学年龄的 那个学童的数目 就是6至11岁的 那个学童的 儿童的数目来估计的 就每75个 这个6至11岁的小童哥 我们预一个班纂的 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准确些 面对学生不足 旧区的小学 如果要生存 就唯有增强实力 主恩小学 是葵姓村内唯一 可以开足上下五四十八班的小学 他们可以收足学生 区内其他六间不得 原因有几个 主恩是圣公会属下一间小学 圣公会有百多年办学经验 得到大多数家长信赖 这间学校有积极开办课外活动 训练学生参加各类朗重舞蹈和乐器演奏 因为得奖多 校要自然不提高 自然不受到家长欢迎 但主恩小学比葵姓村 其他小学优胜 最主要还是他们设有校车接送服务 校长说每间资座小学 都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学位 可以自行分配 设校车可以吸引到村外的学生入读 目前主恩的下班大概有七分一 一百二十个学生来自大窩口 葵兄葵坊等区 主恩小学为了增加学生来源 亦都有在教会属下的幼稚园宣传 希望吸引到家长 将适龄入读小一的子女送到他们那里 要解决小学宿班的问题 单靠学校致强并不足够 一直跟教育署研究这个问题的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有这样的建议 我们曾经提供过的意见 就是现在新起的小学 在图籍上面 是否可以修改一下 就是留有余地 当这个地区的小学 人数下跌之后 有校舍正义人 现在学校可否改造中学呢 但是这个意见呢 教育署 我相信他在考虑当中 还未曾执行的 另外也有小学建议教育署 国大小学的分区派位网 让一些宿班小学 可以收多些区外的学生 这样教育署也认为不可行 从小学村来说 如果小孩的数目真的这么多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在其他地方 找小孩过来这区 因为我们一定要考虑到 在第二区来的小孩的家长 是否愿意小孩走那么远 还有需要长途拔洩 一个交通方面的时间 是没有安全问题 我们都要顾虑到的 教育署究竟 准备如何解决小学缩班问题呢 如果某些区 又是学位可以很充裕 或者过程的话 我们首先就是鼓励 学校尽量转为全日制 原本是两周的 全日制的话 校舍可以更加充分利用 但是这个决定是否转为全日制 就是视乎个别校董户的决定 将上下班改为全日制 这个建议 目前已经有缩班小学实行 尚义小学就是其中一间 不过尚义的校长说 实行全日制是有困难的 因为这个制度 牵涉到学生的五线问题 很多家长都没有时间接送子女 于是老师就负责送她们回家吃午饭 至于那些家里没有午饭吃的学生 校封还要帮她们安排线吃 又要派老师在场照顾 这些额外安排 无意加重了老师的工作量 和半日制的老师比较 她们就觉得不太公平了 变成我们改了全日制 走了好几个老师 我凌云辞职不够了 我去找个半日制 有一个主人 拿主人的详细 给其他先生多二千多元 整三千元 他凌云辞职的主人不要 他走回去去课半日书 我们看书第十七个 十七个是课误的 信业小学的校长指出 实行全日制还有一个难处 就是资源不足 学校要负担全日课程的开支 但是只得到半日制班数的资助 这个街边这个甲冊子 就是叫做一 是科零零零 校长承认全日制也有好处 就是可以利用下午最后两节课 做辅导堂 将那些学生上课不明的课程 再详细解释 又可以帮他们补习功课 至于实行全日制 是不是可以解决输班问题呢 对信业小学来说 就解决不了了 他们下年度有四班小学毕业 但是只收到两班一年级 即是要输两班 为了放慢输班的速度 学校准备开两班新启导班 去帮助那些学习能力教差的学生 如果有新的教育班 人数就减少了 即是几个人 七个八个 最多是不超过十五个人 那位先生来教他的时候 会是个别教育容易一些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 如果第二个原因来说 就不可以说 现在学生的班次少了 开多一个新的教育班 现在有个班次少了 这就是说话不听的 前居可鉴 教育署为了避免重度覆车 今天即使新市镇屋邨 面临小学学位不足 也没有大量增建小学 教育署说 免得将来屋邨老化之后 小学太多又出现缩班问题 目前屯门的小学都满額了 课室不够 连操场都精用了 一间本来只可以容纳 四十八班的小学 要开六十四班 学生只可以在 没有音乐设备的课室上 音乐货 又要在临时搭建的操场 上体育课 总之 目前在一些区 每间小学都坐无虚直 在另一些区 就有学校 没有人去读 雕空荒废 教育署在这方面的资源运用 实在需要更深思熟虑 音乐 音乐 演唱 李宗盛 李宗盛 例如很多先生就是迟离先走 教署会安顿他 但是到了2000年开始 就是我们在后面加了杀效两个字 你整个政策的处理手法 是我会用宿杀了很多 其实就是代表着 我们加入了一个市场机制下去 未必是规划的问题 因为在不同年代 其实是规划着不同的政策问题 比如80年代 刚才说的就是 我们的人口是由旧的市镇 移到新市镇去屯门 然后去北区 所以那时候规划 就是将那些学位 由葵冲搬去屯门 但是后来就开始感觉到 那个出生率下降 到97年之后就开始出现 就是外来人口 例如双飞的儿童的涌入 然后接着就快就没有双飞了 所以那个规划本身 是面对着不同的政策 那我想问一下程铭明教授 就是这么多种政策 我们是很僵化 还是我们的弹性度造成 你觉得在整体上 我就不觉得是僵化 但是我就觉得是 第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前瞻性 前瞻性现在就不同于以前 以前可以说 我预计到多少年之后 多少人口 现在什么都会变 所以你现在的所谓规划 是要准备应变 第二个就是处理的时候 真的要有很专业的思维才行 因为有几次的处理 似乎是当做一种政治事件 大家不满了 那怎么防止 那结果防止 就是说有社会的问题 会上报纸 会上街 这样 这样你就会将这个放得最重 曾铭光教授呢 其实除了政治的风波之外 你看宿班这个问题的话 还有一个所谓叫 经济成本效益的计算 就是都要计算钱 其实在宿班杀校这个问题里面 出现过几个这些政策 就不是讲钱的 但是就是说 例如就是 其实在那一支电视里面都有的 就是我们开始小学是全日制 第二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小班教学 师生比例的改善 其实那个政策是很重要的 就不是计算钱了 更重要的话那些多余的教师 你应该留住它 因为将来又会有些学生来的 而那些是我们整个教育的资产来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要从政治或者纯经济成本效益的角度 真的回到去一个教育 我们培养既是学生 也都要留住一帮教师 陈教授呢 譬如上海也遇到相似的问题 但是上海当时这样的计算 就是说如果是过分强调要解决先生的数目问题 所以引起那个社会的波动 觉得承受不起 所以他是这样的角度才想 可能这班人会小一点 那我们想想小班有什么优势呢 小班是怎样教育呢 那他是从积极的角度看 所以大家都觉得好像新的局面 是吧 就不是一种 好像大家都觉得 死了现在灾难来了 不需要这样 看完实效 下一次回来 我们会回估一下香港的教育改革 明天全港遇千间中小学开学 新学年有新私有 新课程 新体验 或者还会有新书包 香港学校教育 自1984年起 累积了七份报告书 合共三百多项改革建议 二十年间 这个书包越来越重 但改革效果成疑 每天都没有那么多改革 以前没有那么多改革 以前没有那么多改革 现在呢 经常都招令值改革制度 令到人无所适从 令到人无所适从 社会是那个潮流 一直在冲击着我们 所谓道德吊诡 都不知道哪个对 哪个不对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应该做 这些无灵两可 那种价值观呢 事实上是令到 我们的工作是百上加筋的 学校和社会 有什么问题 很有问题 学校是一个缩宅组的社会 一个缩宅组的社会 缩宅组的社会 缩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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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低能 你高分不代表你懂得想 懂得想 不代表你懂得想 因为这个教育制度 都不是鼓励你有什么的 鼓励你们 鼓励你们 怎么回答 鼓励你们 鼓励他们想问你什么 学校没心机学的时候 但是每天要坐在这儿 就是坐六七个小时 那时候自然就 玩啊 聊天啊 甚至有一些 就是扰乱其他人的行为出现了 那老师想教得好 部份同学想学 都可能被这些的同学是 就是骚扰了 那 教起来自然觉得 就是会吃力很多 这就是 这个组的车 这个组是什么 组 组 他们在学小学一年级程度的英文 但是他们只得四岁 是一间幼稚园K1的学生 这次要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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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稚园教小一课程 学校说是为了咸接 花准说是为了未遇纠谋 其实未识灵上小学 就学定小学的课程 有可能是不妙助长 AE那个2则 放大路 洗一刷 海大街 以后不恢复留 woods 露寸 也就不택 就没有曾经 我们自己的学校 进行过一些测试 发觉部分的学生 在英文方面 22个字母也不晓 在中文方面 把下列数字 或使用 att Ten tool 但再求其結果只懂得義字、求字,其他字都不懂 數學方面,乘數表都不懂 首先我想說就是關於程度方面 由於現在差不多是傳聞教育 和以往的精英教育已經有了差別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在課程的設計、教材 或者課本方面應該有大的改善 來適應這些青少年的程度 第一個對香港教育制度作全面檢討的 海外教育顧問團報告書 剛剛在前天公佈了 第一項就是應該訂出一套全面性的語文政策 報告書建議在接受教育的初期 應該普遍採用母語教學 第二項就是改善師資 包括提高教師的語文水平 讓他們可以有效地使用商語教學 第三項就是香港的教育 好受考試制度的支配 報告書建議成立一個教育統籌委員會 去制定香港教育的長遠目標 它有很多的陳段是準確的 很多的方向都是對的 但是走了二十年好像都是… 幾乎可以說原地踏步有些事情 至於檢討小學的時候 顧問團就發覺教學法仍然很外板 所以極之鼓勵多些學校採用活動教學法 要看回這二十年裡面我們擾讓了很多 就下了很多資源 做了很多很多次的無數改革 做得的成效在哪裡呢 就是主要的成效在哪裡呢 從數量上看 香港教育其實有明顯轉變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資料 香港成年人口的息子率持續增長 文壤數字由1976年的60萬 減至1990年的45萬 再減至97年的39萬3千 反映普遍教育水平提高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又以全校學生人數 除以老師人數的方法 計算出不同地區的私生比例 最新數據顯示 香港中小學平均私生比例 雖然形屬偏高 但以中學私生比例為例 亦以由1985年的1比26 減至2001年的1比18.2 由1983年起 教育開支通常佔政府開支 百分之17至20 回歸以來 政府投放在教育的資源 有增無減 數據如山 但為何我們偏偏有停滯不遲 甚至每放月下之探 我覺得最大的變化可能是七八年 因為是九年免費教育的推行 因為九年免費教育的推行 香港可以說是很成功 一夜之間所有小朋友都有學位 有這個學位有個硬件 最重要最重要是在私生方面 但我覺得當時是沒有足夠的 有質素的私生投身入教育 陳鄭美珠 1967年大學畢業 同年到官立中學做老師 1984年 她離開當時的副校長職位 轉職教育處負責地區工作 我一直覺得所有這些報告 他們是很認真地去做出來 而且是非常對的 那些政策是定得很好的 我也覺得在推行當時 都是有大問題 我形容可以這樣形容 好像一個樂隊那樣 所有那些玩樂的人 自己在這裡胡亂演奏 演奏自己的樂曲 而是沒有一個指揮 說你應該怎樣做 你說一個教育改革成不成功 就其實不是看政策成不成功 或者政策執行成怎樣 數學記得學校參加了什麼計劃 不是那類的東西 最重要就是看你們的學生怎樣 你們自己怎樣學習 自己怎樣學習 看著一板 看著我的紙 看著我的紙 其實我自己都背得很辛苦 拿著一大疊 為何這個是記住文 這個是描寫文 又要背一律 但好像沒什麼意義 你久一點問我 我又未必記得 但是我回答下去 我全部滿分 我又好像有一點成功 有一個中一的學生 他就英文學書 所謂unseen dictation 即是事前不知道的 先生臨時讀的 他一定零彈 但如果事前有得讀的 所謂seen dictation 他就可以拿80分90分 我們有一些研究生去做調查 原來他在小學的六年裏 根本從來沒有讀過英文 即是沒有朗讀過英文 他是靠死記的字母 他不懂得讀的 靠字母 所以每次你如果有那個墨書 是事前給他看過 他就墨了給你看 寫落成績表給家長看 也都覺得他是80分90分 所以這個學生是成績很好的學生 但其實什麼都沒有學到 整個教育 或者你香港整個的社會 現在都是被很多 形式主義的東西在這裏 左右著我們 什麼原因 我討厭這間學校 你討厭什麼 討厭些 其實這些學生 正正很需要老師去教他們 要真的教好這些學生 老師都需要忍耐 愛心 有時候都會覺得很貧乏 但是這麼多的教育改革 這麼多的教育新禮 令到我覺得很沒時間 沒時間對回自己的學生 開始想 我好像對不起我的學生 才開始想 什麼叫教育 其中百分之五十六來自家長 百分之二十七來自學生 教師意見佔百分之十 在1982年到1999年當中 其實是我們教育裏面的措施和方案等等 是越積越多 就是老樹盆根 即盆根挫折 以前已經沒有法子 久前不清 你需要有辦法去反迫歸真 什麼都沒有想 只是想現在 到底對於學生學習 如何最好 反正這麼多人 下了這麼多措施 都是這樣的結果 現在又要放 要等學校和先生 就重新有個希望 是我有能力去做好它 新一輪教育改革措施 在二千年開展 改革被歸納為七個工作重點 改變再所難免 問題是 有這麼多需要改變的事項 哪一樣才是精髓呢 我覺得這個learning to learn 就是一個主菜 是最重要最重要 因為你所有改革都是假的 直至到你的改革是日到去班房 是令到每一個小孩受益到 每一個先生知道 怎樣可以教導那些小朋友出來 是可以面對這個二十一世紀 我今天講的詩就是 《宋友人》 是李白作的 羅翠華解解 編上面的環 就好像作者的朋友的 心感在天上飄泡無定 為何她的心會在天上飄泡無定 因為作者 這裡就比喻浮雲 就像她的朋友一樣 要去很遠很遠 這樣你應該 出來的同學 就要嘗試引導那個同學去解 就不要去不識 不要解 你要不要去不識 不要解 那全部都落解 從教育的觀點來講 終身學習這件事 其實不是任何新意 新的地方反而就是 我們好像發現 我們一直沒有做到 現在再提倡出來 這個特色就是 我們對這件事 其實是真的要落實 在不同的年紀 都嘗試去推行 和貫徹 我們希望 ABLE計劃 能夠幫助學生 在初中裏培訓到 有四方面的技能 比如他們能夠 有自學的技能 能夠有思考的方式 和能力 能夠培養到學生 有溝通的能力 和能夠培養到學生 有創作的能力 你看回十年前 我自己在自己的學校裏面 都已經可以看到 這個這樣的需要 某程度我都很安慰 因為當時我想 都是甚少有這樣的學校 嘗試是走這個方向的 因為一般來說 都會比較欣秦 就依賴 比如說中央教育署 很多很多指引 有課程 一般教學來說 都會以 完成課程為首要的任務 但是課程 由於知識的膨脹 就越來越多 究竟 學生回到學 五天裏面 每天八堂四十堂 你編排得到多少 所謂傳授知識 要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那個歸根結底要解決的 是學生離開了學校之後 有些東西他當時沒有涉獵過 是不是他一樣有這樣的能力 他需要的時候 他就要學得到 如果你說要推動改革 我就會看回 如果一定要選 當然是教師 應該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如果想回我自己 當時在以前的中學 推行這個林者計劃 Project Able 其實都要假以示日 在當時 我自己要求同事 我們只有一個口號 你做吧 他會問我 那校長怎麼做 那我們可能要設計 對吧 譬如 構思 可能已經有一段時間 然後要怎樣準備 然後跟同事自己去分享 初時會覺得好像很尷尬一下 沒試過 整整校挺好玩 大家都自己 都學多了些東西 那種動力就開始出現 要改變固有的教學文化 教師固然重要 校長更加責無旁貸 1996年 陳正美珠獲邀請出任一間津貼中學的校長 有機會實踐教育改革 但眼前的現實是 理念並未得到所有老師的認同 我來到 帶了很多教育改的生意連日 來這間學校 第一年 他們是不太順 還有很多聲音 反抗的聲音非常非常之多 有個別有幾個 都有四五個左右 他們是不同意我那套做法 他們是選擇離開了我這間學校 在一連串的教師培訓的活動裏面 一連串的大家的打開身體 國安身體裏面的說話出來 實在他們每一個人 做到老師 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有神人 只不過他們不知道怎樣做 如果一個校長能夠帶領他們 他們是可以改變的 我自己看 能力不是一個大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他們的心態 如果老師用的教學方法不正確 心態不正確 這個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有些教得太久 沒有了自覺性 沒有了愛心 沒有了耐性 所以他們很喜歡濫用權力 盡量去折磨學生的自尊心 學生犯了很少的錯誤也好 不是循循善友 而是利用這個機會 來折磨學生 我覺得老師在香港 起碼分三類 第一類是很積極的 你不動他不開心 第二批 他們是事不關己 幾不留心的 他們都是盡責的 第三批 他們只是找兩餐 教育是良心的學業 我們要向學生有所交代 如果我們容許一些不適合的人 繼續在這裡搞書 我覺得是校長不承擔的責任 是校長在這裡混飯吃 這個不可以接受 校長要本著良心去做 就是要做的事 不論是多麼難做 都要去做 十年人事 馮志華離開中學 在高等院校繼續教育工作 對教育一詞 有更深切的體會 我想進來大學之後 有時看到 比如最近的 高等院校的檢討報告 都似乎太過分 著重了在這些市場機制 最好的事情都能量度到 過分強調 accountability 因為我們用公帑 我們漸漸失了一種互信的東西 沒有了那個信任 學生如果我們能夠令到 他對自己的求學 是有accountability 他才會去追求求學 現在是被迫上學 這樣就不同了 因為倒過來 老師不是主角 學生是主角 如果我教一班學生 能夠令到他有主動學習 我只是純粹推舟 倒反而言 如果我是主角不學生 四十多人 我要牽牛上樹 我多大費 多大的氣力 我都沒有辦法拉到他 上到哪裡 所以accountability 如果只看老師就不夠 是否要看學生 去年 就在印度 有個省 有一間教育學院 培養小學先生 他在每個先生畢業之前 要做一件事 就要在街上 撿回兩個失學的家童 就抓他來學校 他學校有一間扶設小學 抓他來讀書 我覺得這個意思是很深刻的 就是說你做教育工作者 你的天職 就是等人能夠有機會合集 香港先生我覺得 基本上 教育制度沒有這樣的概念 我們認真地去給出我們的心心 去教學生五年 他們能夠成才 他們以後的日子 我們影響到他們以後的日子 但是如果我們冷冷散散 五年 我們影響到他們以後的五十年 也影響到他們以後的自治宣傳 現在有時候 那些學生 會不會他們 是不懂得珍惜 不知道有時候 其實身在腹中 是有這樣的學習機會 有時候 他不懂得去把握 或者有時候 有其他的吸引 很難抗拒 這些事情年輕人當然會有 但是希望他明白到 其實有些事情不是應份 我們看回教統會 在上世的八十年代開始 就推出了很多教育政策的建議 然後到了二千年 就發表了教育改革報告書 曾教授你怎麼看 其實如果我們看回這一段時間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分為兩段 你都已經說了 從八十年代到九七年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由八二年的 國際顧問團報告書引起 然後教統會一年出了七個報告書 這種可以叫做 應急和斬件式的改革 因為他每個報告書 尤其是後來那幾個 是特別針對其中一個的政策 例如五號報告書 就是講教師專業 六號報告書 就是解決教學語言政策 剛才我們就說了 橫跨到二千年的時候 二十一世紀紀學藍圖 是不是應該有很大的轉變 那個是代表著要回應一個新的時代 於是我們的學制基本上要改 改到三三四 另外一個就是課程內容更加要改 就是出現一個課程改革 就是所謂學會學習 如果我們看回整個三十幾年的改革的話 我們可以說是不斷地改革 但為何會有這個改革呢 其實是一個中間的議論 就是說我們的學生越來越不行 一鞋不如一鞋 但是很有趣的 其實在九十年代到二千年代中間 就出現了幾個很重要的國際比較的教育研究 其中一個最有名的就是Pizza 但Pizza就是基本上是量度 閱讀能力、數學能力、科學能力 以及間中會量度解難能力等等 在所有這些能力裡面 原來香港在全世界的主要國家裡面 都是明列前茅的 這樣才有趣 程駿明教授 回顧你有一份參與 你自己的檢討 你覺得成效上 是否有些人是不太看到好的方面 反而就是比較多挑剔 你怎麼看 我又不覺得是 很難有一個統計 哪些人滿意、哪些人不滿意 最大的分別就是 我們初一年的所有文件 開始第一句 都是說社會變了 前台詞就是教育也要變 即是說不是去改善教育那麼簡單 而是覺得整個教育不是這樣做法 其實關鍵就是學生 所以會學習 因為我們學習 再不是知識灌輸給他 或者他吸收知識 而是他有什麼經歷 他就會有什麼學習 如果是這樣看 即是我們原本的課程裡面 學生的經歷是太窄了 這是當時的理想 但一直做下去之後 那個傳統的教育理念是很強的 譬如說大學修生 他一定要這些科目 我就覺得是對的等等 教師也是這樣 你給他多點時間 他就給他多點時間 預備考試 但是畢竟來說 就是掙扎之中 都是這樣 慢慢的學生多了其他空間 但是那個已經是17年前的教育改革 17年裡面變化很大很大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估計 17年之後又怎麼樣 現在的情願又應付不了 但裡面有一個問題就是 教師變成了甲斎當中 他又要應付 即是教改之後 學生的經歷多了 學生遇到問題也都多了 所以先生的工作的負擔創 是一個癥結 現在是一個癥結 這個是要解決 談完教育改革 明天回來 我們會繼續回顧《鏗窗集》 中文字幕《鏗窗集》